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凯亦 那么我目前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的 那么我目前拿的科系是国际贸易系 同时也是团队的高层和领导 本身现在是在D9 Global 担任就是那边的团队策划 还有就是团队领导 我本身是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踏入这个行业的 那么我记得那时候我本身是刚考了SBM 然后刚要步入大学生活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我会选择在步入大学之前 去选择踏入这个行业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网络营销 网络创业这一块 其实它算是一个鼓注 肯定会有一些风险 那么如果说踏出社会过后我才去接触的话 那么相对来说我会比较有那个负担 然后还有那个压力 可是如果我在大学生活去开始打造我的基础的话呢 其实相对来说我的那个负担呢也会比较轻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的那个年龄呢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就算失败还是什么我也可以就是从头来过 对我来说还是算一个数得起的年龄 正好毕业的时候可能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我的人脉啊客源啊还有就是经验 都是我踏出社会过后一个最好的个人优势 其实我们公司的经营模式和一般的网络营销经营模式呢 还是会有一些出路的 因为大多数的那些网络营销的团队都会比较 focus在那个打造团队啊还是说去招商等等 可是我们团队呢主要会把那个终止 还是说目标放在中班顾客 就是把最好的服务还有就是品质呢带给其下 所以我们会比较focus在branding就是品牌打造的这一块 你会花出很多的心思甚至是广告啊模特啊拍摄等等 去打造我们这个品牌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去策划呢 是因为其实在招商还是说打造团队的一个前提呢 其实带你加入进来主要是你的品牌呢可以让他们赚钱 那么如果因为招商的话可是品牌没有打造好 其实他们的目的也达不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终止呢主要是让我们的品牌是一个就是长远性的 甚至就是有富有口碑的 所以说帖下进来呢他们也可以赚钱 而且呢顾客也会满意这个效果还有我们的服务 那么这个品牌自然而然就可以走得长远 而且呢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跟中国那边的微商体 微商服务团队呢就是取得了一个协议就是签约拿下了他们的那个系统 那么就可以让每一个旗下都拥有我们属于我们的系统 那么那个系统呢是方便我们的旗下直接跟公司那边购买 还是说捕获我们的货源 那么顾客的话如果他们也想就是回购啊还是说购买的话 我们的旗下也可以把那个他们的系统那个link发给他们的顾客 那么顾客呢就可以自己去进行线上的下单这样子 那么这一个在传统微商那边呢是比较少见的 本身是大多数是在自己的个人媒体上面 个人社交媒体上面比如说Instagram 还是说Facebook那一边 那么当然也有Facebook个人的专业 那么通常呢都是以个人的幸运和个人的流量 去让大家看到这个品牌认识到这个品牌 那么当然除了这一些就是靠个人的流量之外 其实网络营销的那个市场非常的大 就比如说吧Facebook page 就是个人专业的话呢我们会做一个推广 那么这个推广的话呢就可以让全球各地的人都看见你这个品牌 而不是说单单靠个人的流量而已 之前的话有一个品牌我是有在Shopee那一边 就是打造过品牌的 可是在这一个团队就是B9的话呢 是可以在这一些就是个人社交媒体 去打造 因为主要是如果说一个品牌你要走的长远的话 用那一些就是Shopee啊 Lanzada那一些品牌的话 其实很容易就是会有丢价啊 还是说有些代理不所规则的一些行为 那么整个市场都会被破坏 如果电商的话呢 我是建议说就是可以走Shopee啊 还是说Lanzada 还是说Amazon的那些品牌的 因为毕竟那是个人打造的品牌 那么你个人打造的话 你就自然而然可以去走你所想要走的方式 其实说真的 在创业就是网络创业这三到四年呢 说没有任何一次的那个低潮期还是低谷期呢 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记得最大的一次低潮期 还是对来说最大的一次挫折吧 是在去年 因为去年的时候呢 就是突然间有 比较大量的旗下同时加入 就是可能二十多 二十多位的旗下同时加入 那么也因为我个人的那个管理不善 然后还有就是 无法兼顾 还有就是平衡每一位代理 再加上我们品牌也有一个很中担的改革 甚至就是品牌的转换 都让旗下无从适应 所以那时候导致了许多的人才无失 那一次的经验其实对我来说是 一个挺大的挫折 然后也有消沉过一阵子 可是呢就是后来开始慢慢去想通了 其实比起挫折比起说低潮 最可怕的其实是 让自己一直处于在低潮的时期 那么就开始慢慢重新振作起来 然后去策划 还有就是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一个人脉 那一些就重新打造起来 这样子 那么其实我觉得 后面我也领悟出了一个道理 其实失败并不可怕 因为我认为真正的成功 就是你从失败那一边也可以重新站起来 有能力甚至有勇气去重新站起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成功 网络营销呢 比较常见的都是这些问题 那么其实比如说 当顾客会投诉说我们物流延迟还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物流方面我们是无法负责太多 还是说无法兼顾到太多的 那么我们就只能把最专业的态度 还有就是协助顾客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主要呢就是会去跟那个物流公司那边去接洽 然后了解到那个情况过后 再去跟我们的顾客 就是让他们理解 那么通常呢 其实他们知道那个状况 那个情况过后呢 都会非常理解我们的一个状况 然后也会愿意去等待 那么如果说运输方面 可能有损坏还是什么呢 公司也会提供就是赔偿 那么是怎么赔偿呢 就是很简单 顾客只需要拍照 就是证明 然后我们的公司会直接运出一套新的那个产品 送给顾客 作为一个赔偿 那么我们主要也希望顾客呢 得到我们的服务呢 还有就是购买经历是非常良好的 对于短期的一个计划的话 我本身呢 会比较注重于就是提拔旗下吧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也成功提拔了两位总蛋 就是两位总监 担任我们的平台总监 那么接下来我也希望可以就是把更多就是加入我 还是说信任我的伙伴呢 也帮助他们打造自己的一个人脉啊 还有就是他们的时长 顾客 还有就是他们的团队 让他们也可以稳健发展 达到他们理想 所想要的一个生活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就并不是最厉害的 真正的一个成功呢 就是你能 你能够让相信你的人 其实我觉得非常欣慰 因为一开始在网络营销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人们对网络营销没有太大的一个认知 所以说都会心存顾虑 然后现在慢慢普及过后呢 其实很多的00扣啊甚至90扣都开始踏上了这一个趋势 然后跟上了这一个时代的步伐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也开始逐渐发现了这个网络营销的那个优势 主要呢第一呢就是网络营销的确是给予了很多就是有梦想的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发展品牌 主要以前的话传统的那个实体店模式的话 大部分的年轻人如果要创业还是开业的话都需要一个庞大的资金 那么如果比较低阶层可是有理想想要创业的话就可能受到限制 可是网络品牌的话其实不需要只要你有两到三位数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去打造自己的品牌还是说开始创业了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甚至呢它也可以帮助到很多就是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取得就业机会 比如说一些残疾人士呢他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打造自己的一个事业 品牌跟普通人获得同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趋势 因为呢它给予了每一个人人人平等的一个机会 而且你可以接触到的那个市场还是说顾客人群呢 都会比实体店来得更加的广 因为网络营销不明示意呢就是可以连接到世界各地的人 所以说它的那个市场反而会更加的广大 第一点吧一定是要有勇气的 我觉得勇气非常重要 因为一开始第一步呢 很多伙伴可能会就是担心自己不敢创业 因为会担心说会亏损等等的问题 然后也担心自己能力不达标 那可是其实我觉得与其去担心自己能不能做到 不如去顾虑你要怎么努力 还是说有什么方法 让你达到你所要的那个目的 我觉得会更加的实际 因为呢其实当你连自己都没有那个信心 没有勇气让自己踏出这一步去做到最好的话 那么当你顾虑的时候 你所做的东西那个能量是不会发挥到最极致的 那么就更别谈说那个结果 会是达到你所想要的那个目标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有坚持 然后保持初心 因为其实说真的没有人可以一飞从天 就很多伙伴一开始可能就是 看不到他们所想要的结果就会开始进击啊 还是说觉得自己不能然后就放弃 可是其实往往只要坚持多一点 再坚持久一点 其实你就可以达到你所想要的一个目标了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用心 为什么说是用心 因为其实网络营销那么多人 很多人一开始打着就是赚钱的一个心态 去经营自己的品牌 可是其实很少真正花心思还是说用心的去经营 但是其实在众多的人群中 要怎么去凸显自己呢 当你真正的去热爱 人家感觉到你的热忱 甚至用心的时候 你发挥到能量才是最极致的 甚至呢 别人也会就是更加看见你这个人 你是真的用心 你是真的就是有那个激情在这个事业上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让你是夜走的长远 顺利的一个就是三大要素 我本身呢 我本身呢现在经营着的一个品牌呢 是叫做D9 那么它是一套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洗法和一个护法 那么主要呢 其实很多人会好奇 市面上那么多洗法和护法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款洗法护法呢 其实它是一个韩国按计算五个油的健康洗法护 那么本身呢 它跟其他外面的那些洗法护 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他的洗法护呢 它们都是主打柔顺 不然的话就是香味的 可是很少有一款洗法护是可以真正改善到 人们的那个头皮问题 就比如说头皮蟹 头皮发痒敏感等等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一款洗法护呢 就是直接专门针对去治疗和改善我们的头皮 让它达到就是健康的一个水准 对 与其说你想要一个柔顺的头发吧 我觉得前提定就是你的头皮一定要健康 因为当你的头皮如果都不健康的话 你长出来的头发呢 你可能就是会柔顺的对不对 然后呢 它也是就是采用了就是三大专利技术 就是三大专利技术呢 就是这三大成分呢 都是我们品牌独有的 就是可以有效的帮助就是有头皮问题的人群 而且它也非常的温和 PK5.5 适合各种孕妇啊 还是说应而使用 所以说对于头皮敏感 还是说头皮有问题 还是说想要达到头皮健康的功课呢 都非常适合 对于头皮事業 很好